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首先啊,我要先跟大家致歉 我以後邀請的來賓會更加審視他們是否存在其他違法或是私得不良的行為 那是什麼原因要跟大家致歉呢? 我去年跟一位來自中國重慶叫做王靖宇的反共人士在法國拍攝了一集訪談影片 而事實上他一直以來都在搞詐騙 所以啊,我要將這一部我跟他的訪談影片給下架 而王靖宇長期詐騙的那些人 很多同樣都是反共的中國人 甚至只是中國留學生 並沒有表明他們的反共或是挺共的立場 而最近美國的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 在一檔節目星期天故事中拍攝了一集 關於兩位離開中國到荷蘭尋求政治庇護的反共人士 結果啊,就揭露了這個叫做王靖宇專門坑騙海外中國人 在去年11月多我放出與王靖宇的訪談影片之後 有一些網友私訊告訴我 王靖宇的惡行惡狀 甚至有幾個人說 哎,我確實啊,我自己本人就是被他詐騙 甚至連我在美國已經拿到美國護照的好友強國反賊 也發消息跟我說了這件事情 當時我確實還是抱持著半信半疑的態度 是這樣,王靖宇在你的影片中他講的他被中共破壞的原因 是因為他說當時中印衝突不是有死人 然後中共會報告死亡的人數 王靖宇說他的原因是說 我質疑了這個人數,然後我就被全球通緝 其實當年在中國質疑的人多得很 很多人也沒有怎麼樣 王靖宇當年實際上在微博發的內容是說解放軍該殺死的好 然後那個時候共產黨正好想抓典型 就是講那個時候不叫做什麼污衊英烈罪 就正好想抓典型 對,因為王靖宇說的是解放軍死得好該殺 所以共產黨全就通緝他 你聽明白這個區別了嗎 就是他說他被通緝的原因是因為他只是質疑的死亡人數 但實際上他被通緝的原因是因為他說解放軍死得好 解放軍是不是死得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或者觀念觀點 可是就是說這個是一個涉及到誠信的問題 就是王靖宇當年他被通緝的原因 並不是因為他只是質疑死亡人數 但是他在你的節目中說他被通緝的原因是因為他質疑死亡人數 並且他在當年那些別的媒體 比如說像自由亞洲啊 像美國那個美國之音啊 他都是這麼講的 所以這就是可以看出來王靖宇他是一個很不誠信的人 直到最近我發現連美國的公共廣播電視台 都出來背書證實了這件事情 相信他們拿到的證據 以及訪問過的受害者是比有多很多的 而他們也有去查證過 所以令我非常的痛心啊 問你是不是從憲事刷片包去公安分決 對 你好 所謂的一個辦案警官 用短信發給我 他說讓我三天之內必須回國 他告訴我不管我在哪裡 他說你這個事情影響這麼大 他說如果你不回國 他說就算你在美國在歐洲 我們也會把你引渡回去 先說啊 王靖宇這個人他確實有被中共迫害 而中共迫害別人這也是事實 不會因為王靖宇他用了這個反共的名義去詐騙別人 就等於中共沒有迫害別人 OK 但是王靖宇他頂著被中共迫害的遭遇 跑到海外申請政治批誤後 雖然確實有曝光過一些中共特務在海外綁架的張勢 像是今年五月份左右啊 他也有與一些反共人士還有法國的記者 到了巴黎的機場去揭穿這個 中共大使惡命劉輝綁架 反共中國人回國的事蹟 威逼利用 而這個確實歐洲媒體跟法國電視台有報導過 要聽到 一些中國政府的官員 曾經提供了一些印譜的證明 他只能坐在這車上 我們把這車移動了 他將車移動到海外申請 Charles de Gaulle Ling將到海外申請到海外的城堂 從海外的城堂 他圍繞了一些國際相關的親戚 所以王靖宇這個人 真真假假假 假假真真 真假參辦 可能十件事裡面 有四件是沒有詐騙 確實有幫助一些反共的中國人啊 但另外六件呢 可能就使用一些小手段 有碰瓷甚至是詐騙那些中國人 例如啊 他會約一些中國留學生出來 或是約一些 可能剛潤出來到海外的這個中國反賊 要他們換一些人民幣啊 或是換一些歐元 對吧 可能匯率會比較好一些 甚至是裝自己 臨時需要這些錢啊 相約到場的時候 王靖宇就已經與當地警察 一起在等人了 並且誣陷對方是中共特務 為什麼你手上有這麼多的歐元現金呢 你肯定就是要來收買我的啊 那他可能又仗著他會荷蘭語 他會英文的這種優勢 而可能剛到了中國留學生 他英文甚至當地的歐洲語言不好 很難去跟警察做這種解釋對吧 而這還不是只有王靖宇一個人幹過 有不少的海外中國人也幹過類似的事情 利用紅旗去反紅旗 這些人仗著中共確實在海外有這些機構 或者是綁架的迫事 然後以此舉報給歐美的國家單位 並且索討金錢 甚至是用這個來當作他個人的反共事蹟 對吧 反正我抹黑十個總會有一兩個成功吧 那搞不好真的有一個真的是耶 只要那個真的是的 歐美媒體有報導 欸 那我就變成在歐美揪出那些中共特務的偉大領袖 那這樣子更多人就會相信我反共 或來尋求我的幫助 一來尋求我的幫助 那我就有更多的機構去詐騙這些人 又或者是說舉報歐美國家的政府單位 不成 被釋破了 那怎麼辦 他反而會去碰撕那些中國人反過來 把你們的資料舉報給中共的國家單位 舉報給中國的國安說 欸 你在住在哪個地方啊 比如說巴黎 巴黎鐵塔附近哪一條街對吧 你常常在做些什麼反共的事蹟 所以無論他有沒有做這件事情啦 反正他們就會去舉報給中國的單位 那中國在海外的特務或是海外的警察局就位去找 找上你 所以我說啊 震的反的怎麼做都非常的惡劣 其中啊 王建宇還結識了一位40多歲的老名譽叫做高智 高智啊 在反送工期間啊 逃到了荷蘭 而一天 高智被指控要在歐洲各地使用炸彈製造恐慌 那這個在任何國家一定都會被調查或是被逮捕 對吧 高智的老婆跟孩子啊 當時正在東南亞準備一起來歐洲尋求庇護的簽證 也因為這件事情被暫停取消了 那他自己也被逮捕 釋放出來之後呢 高智又收到一封自稱是政府單位的信件 表示邀請高智來德國會面 那會安排他的家人一起到德國相聚 沒想到 到了德國某一個目的地之後 馬上被德國警察給逮捕 最後發現啊 王靖宇多次使用高智的電子郵件 發布了很多恐怖攻擊的信箱 到各個國家機構或是企業 藉口是因為高智不懂英文或是荷蘭語 所以啊 王靖宇代為管理 也是王靖宇告訴高智 你們家人在德國哪哪哪要相聚啊 你看這封郵件 高智並不知道這封信 真正的來源是不是可能德國的政府 所以在此期間啊 王靖宇也倒刷過高智的信用卡 令我心寒的有兩點 第一 你明明就是被破壞過了 也知道中共的惡 但你卻利用了中共的惡 與西方對中共滲透的防堵 來去敲詐這些中國人 如果我當初採訪你的身份 不是一個有一點粉絲基礎量的台灣網紅 甚至我只是一個普通的中國牆內人 我可能剛論到這裡 或是我來到這裡讀書留學 我看到你被中共破壞 我可能對中共也抱持有點蠢疑 我想要了解一些事情 找上你了 結果我被你碰瓷了 我可能因為這件事情被你 誤賴說我是挺共的 我被遣返回中國 然後你其實想敲戰我前不成 又或者是你把我舉報給中國政府 但其實我還是要回中國的 因為我還有家人在那邊 甚至我只是來這邊讀書了 我這個讀書一結束我就會回去 那我不就慘了 我一直以為遭受到破壞的人 能更有同情心與同理心 在自己得到解脫之後 有機會肯定會幫助同樣遭遇的人 無論這個幫助或大或小 甚至你無力幫助你起碼給的同理同行 至少會有 對吧 無論是否為政治迫害 或者是生活上職場上 起碼我身邊遇到的人是這樣子 記得我去年10月份 在米蘭跟徐某人聊天的時候 我們有聊到類似的話 他跟我說 不一定 有些人小時候遭受到迫害或是被欺負 等他長大或是得到所謂的平反公平之後 或是掌握權力 他不見得會去同情 或是幫助一些同樣受到跟他一樣的迫害遭遇的人 他們甚至可能一同加入去迫害這些人 因為我們當時在聊 為什麼習近平他父親以前被文革 對吧 那他現在要這樣倒行逆施 諸如此類 當時我就想 會不會徐某人把人想得太壞了 沒想到前面的Jack事件 Jack詐騙台灣人的錢 對吧 還有這次的王靖宇事件 我真的對人性感到越來越失望 備受打擊 這樣以後我到海外 我怎麼再去結識那些反共的中國人 我怎麼再去讓這個反共的圈子 每一個人出一分一分小小的心力 怎麼要讓他更完善 我們以後怎麼去信任那些剛冒出來的反共人士 他們的遭遇我們信不信 其實我不是沒有懷疑過 只是我沒有實時的證據之前 那我不會妄下定論 我做了中國議題的頻道五年了 我有時候很想在節目上表達我自己內心最真實 對一些中國社會面氛圍的想法 但我的身份是一個台灣人 我講出來的會變成一竿子打翻所有人 例如黑人可以討論黑人 可以罵黑人 原住民可以罵原住民 原住民可以講原住民 平時的遭遇是怎麼樣 但是如果漢人在講原住民的某些事情 或是白人在講黑人的某些事情 講得太深入太苛刻 很容易被扣上種族歧視 或是什麼仇宗啊 仇美啊 仇原住民這種對立的立場 是吧 我有時候對一些中國人性 或是中國社會氛圍的探討 我都是點到為止 例如強攻反賊 在跟我聊完這件事情之後 他就說 中國人的平均水準就是這樣啊 中國人平均水平就是這個德性啊 反賊群體並沒有高於平均值 我在推特的名聲大概就是個噴子 到處罵人 但你見過我本人 知道我不是一個力氣這麼重的人 對吧 那為什麼我天天在推特上罵人呢 因為那些人是真的該罵 不罵不舒服 推特上很多人在控訴王靖雲是個騙子 騙了不少人的錢 有些是真假我不知道 但王靖雲的人品確實有問題 譬如他最終是通過荷蘭的政治庇護 但他一開始的時候 對外宣稱自己有美國綠卡 如果有美國綠卡的話 是不能獲得任何國家的政治庇護的 大家注意啊 這個時間是11月份啊 去年他跟我聊的這件事情 那好像陳老師說 你們有時候看不透中國人 只有中國人會比較了解這一塊 這樣這些立場這些身份 我確實就不適合講 那第二個我在意的點是什麼 這些王靖雲群體的行為 就是在瓦解拉低反共圈的可信度 甚至讓那些還沒有被中共鐵拳的人 對中共還抱有一絲改革的希望 我必須再強調一次 反共是一個統稱 你反習也可以稱之為反共 第一個 反共反習支持台灣的民主選擇 第二個 反習不反共不支持台灣民主選擇 當然還有一種就是 反習反共但是不支持台灣人的民主選擇 而第一種是真正擺脫中共大約統的遺度 第二種是共產黨改革派 他只是反習而已 所以你會發現 並且還擁有大一統情節 所以不尊重台灣人的民主選擇 不惜有習近平統治 而共產黨必須改革 但台灣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而第三種是反共反習 但他保佑大中華大一統情節 而王靖雲這些人的行為 會讓第二類的人群 得到更多的威望 畢竟這些人也是在批判習近平 但是在中共跟其他國家上的矛盾 通常都是小罵大幫忙 因為你還是要維護中共整體的制度 你們會認為現在中國不好 只是因為習近平一個人的關係 而不是中共這個體制有一些問題 即便有一些問題 只要做一些改革就可以了 就像大清的時候問題不大 所以我們需要立先跟做一些大清的改革 但我們國家還是大清喔 但是我再次強調 王靖雲他確實受到中共的迫害 中共確實在海外有幹一些 綁架他人或是勸反的迫事 一些像王靖雲這樣的中國人 利用中共在海外幹的這些迫事來賺錢 這三個都是事實 而這三件事情 我們先應該分開來看 都是單獨的事件 所以不要因為有第三類王靖雲這樣的群體 而我們就去否定掉第二類這種事情 我們就去否定掉 其實中共在海外沒有幹這些迫事 這些都是王靖雲這些人群體捏造出來的 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好啦講了這麼多 我未來要出國要去接觸一些反共群體的時候 我會更加留意 今天影片到最後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想記得 一定要不要封鎖 我是爸爸小姐 在牆內就是在中共允許使用的這種軟件裡面 更多的發生 因為我覺得我講這些東西 可能有99%的人不理解我 但我覺得我只要能讓1%的人清醒過來 我覺得都是很有價值的